各位同學,我們上課成功將microbeat用擴展版連接燈帶 今課開始為microbeat編程 最後希望microbeat能夠控制上課連接的燈帶 熟悉microbeat的同學都知道,第一樣是上microbeat的網站 很簡單,我們去google搜尋microbeat 按第一個,let's code這個,按進去 按進去便會看到我們去了microbeat的網站 如果有同學可能會發現,microbeat的網站有點更新 但不怕,我們只要按這個microbeat editor,按進去 按進去便會發現我們都會去到我們比較熟悉的介面 按進去便會看到我們平常的microbeat編程的介面 因為我們今課的目的就是控制燈帶 原本原本的microbeat是未支援我們的燈帶 我們要去Advance 按一下Extensions 我們要下載燈帶的程式去我們的project內 我們找一找NEO Pixel NEO PIXEL 按一下搜尋 我們便會看到一個燈帶的公仔 然後按一下,按進去 按進去便會發現我們的project便增加了一個叫NEO Pixel的一欄 我們多了這一類 當我們玩很多不同的電子零件 或者玩很多不同的馬達和燈時 我們第一項一定是設定我們這個電子零件 首先我們要設定我們的燈帶 按一下NEO Pixel 選擇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拉出去 剛才我提到我們這一步就是要設定我們的燈帶 設定我們的燈帶 所以我們希望microbeat由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就會執行這個設定的程序 我們講一講這個程序的意思是甚麼 我們就設定這條燈帶 Strip 我們設定這條燈帶 去用Pin Pilling Pilling的意思是甚麼 Pilling的意思是 你看一下旁邊的公仔 Pilling是代表 這裡其中一條線 一條燈帶 其中一條線 駁到零號腳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看到 上一堂燈帶有三隻腳 有三條線 一條線就是去電源 3V 一條線就是去GND 去副極 第三條線是甚麼 第三條線就是我上課說 一個數據傳輸線 我們就是用這條線 去控制這條燈帶 我們是否用上課為駁到Pilling 我們上課 如果你看到microbeat 上面是駁到第二隻腳 我們駁到Pilling 駁到Pilling 這隻腳 所以我們這個位置要選擇八號腳 再減回八號腳 之後 你會看到 我們旁邊的公仔 都更新了 由零號腳 搬到八號腳 我們去Pilling 我們去了Pilling 全面有三十六燈珠 所以我這裏就選擇三十 如果同學有些多一點 少一點 可能是二十九、三十一 你自己設定適合你的燈帶 最後這個有個選項 是甚麼來的 有個RGB、RGB、W、RGB 但是寫著GRB format和RGB format 這是甚麼意思呢 我簡單講一講 其實每一個燈帶 每一個燈帶 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燈珠 八色這個我們不同的燈珠 其實每一個燈帶的廠商 可能用了不同型號的燈珠 我們這條燈帶 我們的燈珠就是 WS2812boy 我們這一個燈珠 我們有個名叫WS2812boy 如果同學有興趣 它可以嘗試搜尋一下 在Google搜尋一下這個燈 名字 其實你就會找到它有不同的文件 如果我們要看回 我們看回這個文件裡面 其實它有詳細去講 其實它會講 我們會用這個GRB format 用GRB format去控制我們這條燈帶 所以如果你問我為什麼這個是選擇GRB 因為主要就是我們賣了的這條燈帶 它的廠商的設定是一定要用GRB 才可以成功控制到我們的燈帶 下一步 我們設定完我們的燈帶 下一步就是希望設定燈帶的亮度 設定它的光暗 我們在這個Leo Pixel Mor 裡面 選擇 Z-Bilus 我們選擇Z-Bilus 我們選擇Z-Bilus 這個意思就是我們現在把燈帶的 設定為255 有同學可能會好奇255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在我們電腦的世界裡面 我們很流行叫做8bit 16bit 32bit 可能有同學不明白什麼叫8bit 其實這個255就代表8bit 什麼意思呢 其實8bit就是我們二進制裡面 就是代表8個1 如果同學有興趣可以上網去找一下 自己找一下什麼叫十進制 什麼叫十進制 其實我們255這個就是十進制 我們八個bit的意思就是把我們二進制變成十進制 由8個1的時候會變成什麼 8個1我們按一下 原來8個1就代表255 所以我們有時候玩microbeat 就會看到原來最大255 其實就是8個bit 因為這個數字是一個8個bit 一個8個bit的數字 所以它最大255 最小就是0 如果我們設定了0 就代表它沒有光 設定了255 就是最光 由於呢 由於每一顆燈 如果我們設定最光的時候 就用很多電流 如果我們這條燈帶有30顆燈 我們的USB可能不夠電流 給我們這條燈帶 所以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我們都將它設定比較低的光度 設定25 如果設定25的話 就足夠這30顆燈 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如果同學有興趣 試一下我們的USB可以 給到幾大電 可以大家自己嘗試一下 50啊 255啊 自己去試一下 但我們要記住 我們上課的時候 一定先設定25 我們下一步 就是希望 設定到 希望 將它亮燈 下一步怎樣做呢 我們按一按 NEO Pixel 我們選擇這個 Show Color 拉出去 我們拉去哪裡 記住 拉去這個Forever 因為我們希望 MicroBeat 不停地展示 這個Color 我們就會看到 最後旁邊這個公仔 就會顯示到 MicroBeat 成功控制到 這個燈帶 它示範到 整條燈帶 都亮著了 紅色 我們今堂 我們最終的效果 就是希望 希望令到我們這條燈帶 紅色 閃閃閃閃 那怎樣閃閃閃 那怎樣閃閃閃 那我們第一步 我們剛才成功了 令到它穿了紅色 那下一步呢 就是希望 令到這條燈帶 關掉的 那怎樣可以令它關掉 我們就要 按一按 NEO Pixel 這裡 我們看到一個Keya 我們看到這個Keya 我們先拉出來 按拉出來之後 看到 咦 還是沒有分別的 它還是沒有關掉 還是紅燈 那其實 可能這個位 要提一提大家 如果我們用這個NEO Pixel 的時候 我們只是Keya 的話 就代表 我們是Keya 了它裡面的Memory 但是 還未叫它 還未叫它 show回這個Memory 我們每一次 做一個setMemory的動作 我們一定要看到一個show 看到這個show 看到這個show 這個avd 才會有顯示其他東西 看到了 當我們Keya 再show之後 就會看到旁邊 成功 將Memory Keya 之後 就令到它不再燈 咦 但是我們其實想它閃閃閃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現在不會閃閃閃 因為 如果和我留意到 然後我們show完這個 這個紅色之後 就馬上Keya 即是馬上Ke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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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馬上Ke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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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看到最終效果就是Keya 即馬上Keya 这个MS解红秒,红秒是什么意思? 红秒是1000个红秒,1000个红秒等于1秒 如果100个红秒的意思是0.1秒 我们现在先选择1秒 选择1秒即1000个红秒 你会看到旁边这个公仔,红色,穿一穿 然后很快地试一试 很快地试一试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未能做到我们希望明显斩斩斩的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再看我们程式的流程中 我们穿过红色灯 之后就会停一停1秒 接着就会清晰,叫它关灯 但关灯之后很快就回到上面 很快就叫它穿红色灯 所以你就看到它没有一个停顿 那我们捐什么呢? 我们主要就是捐多一个延时的方法 我们放它进去 放它进去之后 就会看到 我们的Microbit这边旁边示范 就会看到它红色每秒闪下 闪下这样 它每穿红色1秒,色红色1秒 就是这样 我现在就示范一下 如何将刚才我们写好的程式 下载到Microbit里面 第一步 我们拿出我们的主角 Microbit出来 这个Microbit就是上一堂 我们已经砌好了 连接了扩展板 和连接了灯带的Microbit 下一个我们拿出USB线出来 这个 Microbit上有两个Microbit 那我们找到哪个? 如果同学记得 我上一堂提过 如果要下载程式 进去Microbit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可以用金色这边 因为金色这边 只是负责提供电源 这边的USB线 和Microbit是没有任何连接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USB线插进去 Microbit这边 这个头里面 我们把它插进去 那我们另一边 另一边就是我们平时 我们平时的电脑USB头 我们把它插进电脑里面就可以了 插进去之后 有些同学的电脑会自动彈出 彈出来 就会有一个 叫Microbit 多了一个Microbit的磁碟机 如果没有的同学都不要紧 我们可以查一下 我的电脑里面 或者我们现在叫本机 的里面 我们看一下 磁碟机会不会多了一个 叫Microbit 的磁碟机 如果有 那就代表 电脑已经成功 认到你的Microbit 下一步 我们就将我们 写好的程式下载到Microbit 下载到Microbit 下载到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按一下下载 下载到下载到一个档案 下载到Microbit的意思就是 把这个档案拉进去Microbit 我们把它扔到Microbit 那如何扔呢 我们将在下载到有下载之下载到ука 槌上载到我们下载到好的 возможно 就是hao 先上载然后你会看一看 名正在下载的 我们会看到microbeat会不停地闪亮灯 下载成功之后 你会看到这一颗灯就会长着 长着之后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灯带就会和我们的程式 我们写的程式一样一秒一秒地闪亮灯